各位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的腳步來到台南市的安平區 要來探訪一家海鮮吃到飽的自助餐 這家自助其實是一家飯店旅館餐廳 除了吃飯之外還可以欣賞安平港內港的景色 也可以預約帆船或是遊艇出港 那就請各位跟我一起探訪之間在台南相當熱門的海鮮自助餐 福爾摩沙遊艇酒店是2022年年終開幕的酒店 酒店餐廳威尼斯更是台南吃海鮮自助的新選者之一 其中更因為清水的建築設計裡面 所以來這裡的時刻都可以邊用餐邊欣賞安平內港的景色 可謂是一大賣點 順便一提戶籍在安平區或是年滿65歲的長者都有優惠喔 而且如果同時符合上述兩個條件 那優惠的折扣會更多喔 走進餐廳整個視覺感受是相當寬敞 桌跟桌的煎油有拉出來 這樣才會互相影響 可是整體空間的照明也相當明亮 放下隨身物餅後當然是趕快來看看有什麼吃的吧 當然基本的蝦蟹魚類都不會少 牛肉、豬肉、雞肉的料理也是選擇飯多 這裡要提一下這邊餐廳的海鮮料理方式 比較接近中式 路類的話則比較接近美式風格 魚類料理都是使用在地新鮮的食材碰煮 所以在吃飯的同時也算是支持了在地菜 在地產業的發展 日式料理的部分選擇也很多 還可以吃到相撲火鍋 在眾多海鮮的選項裡 其中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可以吃到蓄蟹 蓄蟹又稱老虎蟹 算是高單價的海鮮 味道又相當鮮美 所以可以吃到蓄蟹算是令我相當開心 另外鮑魚土瓶蒸還有蠻魚米糕也都令我食指大動 蟹魚米糕糯米香Q軟糯 蟹魚的醬汁香氣滲透到飯裡 吃起來醬香味十足 吃自助餐的煩惱就是每樣都想吃吃看 但又怕吃太飽 像畫面中的我一樣如在百貨公司購物 每樣都看一看也都想試試 這是我的第一盤有蓄蟹鮑魚跟新鮮的花枝 都是清蒸原汁原味相當鮮甜 鮑魚的個頭不算小 用醬油稍微調味一下就非常好吃 蓄蟹雖然不是季節 但包開來之後蟹黃的量也頗多 肉質細嫩不同一般螃蟹 趕緊來敞口蟹黃 蓄蟹的蟹黃跟沙公 也就是俗稱的紅蟳味道很像 口感是塊狀然後有點像是在吃鹹蛋黃的感覺 蟹黃的鮮味果是蒸羞也 另外我要強烈推薦的是這裡現點現煮的湯品 我點了蛤蜊鮮湯跟黃金帝王蟹吧 蛤蜊鮮湯用的是在地超級新鮮肥美的蛤蜊鮮 加上些許薑絲真的相輔相知 鮮上加鮮 黃金帝王蟹堡則是用了干貝蝦湯 還有帝王蟹腿 另外加上些許Curry新鮮料熬煮 在下彈之後要等待一段時間 但絕對只等 整個煲湯海鮮味超級濃郁 干貝還有新鮮料則是起到化爐點睛的作用 我喝了第一口煲湯馬上就被其美味征服了 吃一口帝王蟹的蟹角肉 只能說精壽 除了現點現煮的攤品外 其他攤品的選擇也非常豐富 我拿了鮑魚土瓶針 想試試看它的鮮湯 果不其然這個鮑魚鮮湯 掺杂著菇類的鮮味 好喝 吃自助閉關的甜點區 冰淇淋似是非常好吃的品牌 還有新鮮的台灣當季水果 蛋糕甜甜等 冰箱裡的台灣啤酒也是隨便你拿隨便你喝 同時也有偏中式的甜湯可以選擇 在不知不覺中 我終於到了一個什麼都吃不下的狀態了 先總結一下今日的用餐經驗 餐點跟服務都很好 環境也是一流 價格的話因為我是安平人 同行的父母也有長者折扣 五個人下來共花了100美金左右 真的是超機質 聽說定位是超然定道 我這次算是很幸運吧 從餐廳走出來轉個彎 經過酒店的大堂 酒店的流水涉入的陽光 瞬間讓酒店的空氣 充滿了度假的氛圍 在鋼琴音樂的圍繞下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邊的氛圍 在鋼琴音樂的圍繞下 在鋼琴音樂的圍繞下 讓這個村門東洋的下午多了幾分律動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邊的氛圍 在這裡可以看到著名的安平古堡 巡視在岸邊坐下 跳往遠處安平古堡跟老城區 遙想那數百年前安平港的繁華 這個下午非常的安平思想起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這裡 我們下次見 請按摩 多遠多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